歡迎收看今天的產業禁報 我是張東旭 馬上帶你看到今天的產業動態 中華電信重大AI團隊出席目標以500人為單位 長榮航空罷工第七天 陶市長鄭文燦繼續希望勞資冷靜回到談判桌 台灣的偽創攜手恩主公醫院推動智慧醫院 新研究顯示 2030年機器人將取代2000萬個製造業工作 來關心台股的表現 台積電持續貼席 台股大盤今天開低震盪走弱 盤中電子弱勢金融翻黑 失守了10700點的整數關卡 法人表示市場觀望週末G20川席會的結果 在下週台股需要留意短線利多出鏡 提供給您參考 接著請看今天的《財經100秒》 日經新聞報導 日本大型百貨連鎖公司高島屋 將在今年8月關閉在上海的旗艦店 並停止在中國的業務 報導指出高島屋百貨2018財年營業虧損達9億日元 約新台幣2.6億元 連續7年出現虧損 包括英國瑪莎百貨 英國特異購都已宣布退出中國 法國加勒福也出售在中國的八成業務 中共宣稱發現一批加拿大豬肉有瘦肉精殘留 宣布全面暫停自加拿大進口肉類 根據官方數據 光是豬肉產品 中國今年1至4月 從加拿大進口達3億1000萬加元 約新台幣73億元 總部在波士頓的網路安全公司Cybery等 最近報告指出 受中共政府支持軟通行動的駭客透過現行4G LTE行動網路 入侵至少10家全球電信營運商 駭近超過30國企業系統 以竊取大量個人和企業資訊 法碩共同執行者許先月26日率領團隊前往巴西聖保羅 發表全系列ASUS ZenBook筆記型電腦 包含首款巴西生產製造的ZenBook筆電 法碩深耕巴西市場自2014年進軍巴西以來 穩居當地市場前五強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中華電信公司從今年開始進入了長達5年的員工退休潮 今天舉辦了歡送退休同仁的感恩餐會 席開41桌 同時中華電信也大舉的爭彩 將在今年7月展開近年來最大規模的基層招募活動 預計釋出447個名額 圓山飯店內中華電信400多位退休員工 齊聚一堂席開41桌 這一天他們的心情可說錯綜複雜 我在中華電信超過40年了 對這段時間是感到非常的幸運 能夠在中華電信服務這麼長的時間 我在中華電信大概待了40年 那是一個很好的企業 心情就是真的是又快樂 可是又有一點不捨 隨著畢業季到來 中華電信將在7月展開近年來最大規模的基層招募活動 釋出約447個名額 其中包括了線路維運 還有AI大數據等新興業務 最高薪資起薪48K 大學技術人才起薪37K 我們會招募最新的科技包括5G 資安 AI 還有這個大數據 行動支付這方面的人才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轉換 可以為我們未來的策略布局做一個很好的基礎 政府打算在年底做試照 那我們在得到評補以後 我們大概會利用半年的時間來建設 我們希望在明年的下半年會提供5G的服務 而中華電信的資安團隊已經切割獨立成為中華國際資安 AI團隊將擴大到500人 大數據辦公室則預計擴大到150人 而公司因應未來五年退休高峰期 加上畢業季大舉真才 今年預估將招募1600人 新唐人雅台電視王冠廷 趙婷於台灣台北採訪報導 帶您看到今天的國際重要財經報紙訊息 彭博社 揮工銀行行政總裁解讀貿易戰說 西方世界普遍希望看到中共被遺制 金融時報 艾博威藥品宣布630億美元併購愛爾街藥廠 華爾街日報 達爾斯聯準會主席表示 是否必要降息 尚未成定局 日本經濟新聞 東吃壓住 提早上市 目標盈利2兆日元 現代人的生活節奏快 壓力緊繃 導致了失眠問題 因此對睡眠品質 越加重視也帶動了睡眠商機的成長 許多國際請求大廠紛紛導入了科技應用 台灣的請求連鎖大廠 攜手學術單位 結合了產學力量 研發幫助睡眠的床墊 進一步延長深層睡眠的時間 提高睡眠品質 現代人精神緊繃 生活節奏快 一到晚上睡眠時間反而睡不著 根據資料統計 全台平均10人就有一人失眠 除了靠藥物 飲食來改善 也有不少人尋求好床 提高睡眠品質 我們睡眠是一個週期 我們從淺層睡眠 中層睡眠跟深層睡眠 那如果你的睡眠能夠拉長 那你整個睡眠時間 只要睡得飽 那其實整個睡眠時間就會縮短 這個睡眠導引系統 其實你只要睡6個小時 就可以達到8個小時的一個效果 民眾睡眠品質需求攀升 帶動全球睡眠輔助產品市場成長 預估2021年達849億美元 國際請居大廠紛紛導入科技應用 台灣請居連鎖大廠也攜手學術單位 研發SFT深睡頻率科技 也就是模擬舒慢播共振原理 引導急轉的大腦放慢速度快速入眠 將高科技結合專業致床技術 延長深層睡眠時間 台灣大家睡眠觀念是越來越加強 因為以前的大家會覺得 我睡一張床可能五千塊 一萬塊兩萬塊就很好睡 那當然因為商機越大 我們當然在這一塊 我們做了不斷的一個睡眠整合 把高科技引進到我們床墊 包括我們自己床墊的彈簧系統 跟物料材料整個提升 探考睡眠商機 台灣請居連鎖大廠預估 住眠產品銷售 將從各位數成長到雙位數 帶動集團營收 新唐人亞太電視成文模 我李晶晶台灣特別報導 帶你看到下週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歐元區公布6月消費者信心指數 英國公布6月Nationwide房價指數 台灣的行政院國發會公布景氣燈號 日月光的股東會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產業禁報 我是張東旭 明天再見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